一天最多可以吃一只蛋 吃太多蛋不怕胆固醇过高吗? 究竟鸡蛋是健康的朋友或者敌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每次听到很多健康人士建议 一天最多可以吃一只蛋 对于鸡蛋吃多少这个问题 其实是源于鸡蛋里面所含有的胆固醇 在50、60年代 蛋被认为是优质的蛋物质来源 还有很多宣传鼓励大家多吃点蛋 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营养 但是在1984年 Time Magazine就出了这个头条 说蛋是高胆固醇的食物 会提升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个时候善食指南就说 一天的胆固醇食材料不可以超过300mg 而一只蛋已经有180mg的胆固醇 两只蛋都已经超飙了 但是之后研究员发现到 原来食物中的胆固醇 不会影响血液中的胆固醇 和和心血管疾病是无关的 所以Time Magazine在1999年 说其实吃蛋是ok的 而之后很多国家的善食指南 是已经拿走到胆固醇的upper limit 蛋明明是很健康的食物 之后被人不会又说不能吃太多蛋 过了十多年又说现在可以吃回 全部都是善食指南 说要什么就什么 到今天有很多研究员去挑战 他们所定的善食指标 那究竟善食指南出的指标 是否正好呢 我给你去想一想 那究竟一天可以吃多少蛋 大部分的研究都将参与者分为两组 一组就一天吃1-3蛋 另一组就吃其他东西 以下就是总结这些研究结果 第一,HTL 所谓的好胆固醇 第二,食含有高Omega3的鸡蛋 令到金油3脂降低 而这个金油3脂就是 另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 第三,血液中抗氧化的护露白素 例如Lutin和Ziacentin增加 这两个抗氧化可以降低患上眼疾病的风险 例如青光眼和白内障 第四,总胆固醇的水平 和LDL 大家所说的坏胆固醇 保持不变 但是有些人会增加 很多人听到这个就说 我都说胆固醇不好 在这个地球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 会对食入肚的胆固醇有大一点的反应 称为超反应者 但是 是LDL和HDL同时作出反应 而LDL和HDL的比例依然没有变 还有哦 其实LDL高或者低 学习不到一个人 又没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为正如这个视频 我也有提到 七成的人因为心脏病发而入院 他们的LDL是没有超标 另外,研究有显示过 食蛋是增加那些大与蓬松的LDL 这些LDL对于心脏病的风险是低的 因为真正令人增加心脏病风险的是 细而密集的LDL small and denseLDL 这个我已经在这个视频也有解释过了 我所分享的视频 全部都可以在视频的右上角 或者下面的视频里找到 根据这些研究 每天吃三个全蛋是安全的 所以不用担心吃蛋 至于每天要吃多少才是太多呢? 我一个研究 故意给一个人一天吃十多只蛋 但有些人每天都吃多过三只 我自己是有时会吃三至五只蛋 但不是每天这样吃 因为有其他蛋白质的来源 有一行案例报告显示一位88岁的男人 每天吃25只鸡蛋 他的蛋固醇水平依然正常 而且身体状况非常好 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 所以不能代表所有人 不是他们一天要吃25只蛋 所以一天吃多少只蛋 其实是没有upper limit 如果你是走保守路线的话 每天吃三只全蛋是十分安全的 蛋是一个便宜 容易煮又营充丰富的食物 是很值得加入你的饮食中 OK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就记得给个like 订阅和分享出去 虽然现在有很多新的科学研究 已经证明了 胆果醇不是健康空手 但我们到今时今日 都视胆果醇唯一个好坏的东西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video 他的目的就是要帮你重新形式胆果醇 希望我们一样都可以帮到你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在下个video见 拜拜